这一次 因为这个健保费率的审议 是一个非常 这些都很关心的议题 而且这影响 这个民众非常的深远 所以我们委员们 大家的交换意见以后觉得 还是有一些充分的资讯 下台的工作 比较明确的一个审慎提估 我们在下礼拜 五十月二十月要在意 五十月二十月三十月 今天有提案进来的 这个费率草案 基本上是依照我们 九月份总额协商结果 有一个支出面 有一个一介方案 跟一个付费者的方案 它依照这两个的支出面 有一个费率审议的一个机制 要保留什么安全准备 只有一定的条件 比如说我们安全准备 我们要留多少或什么的 就是类似这种比较技术面的 就其实今天没有实施草论 我们觉得应该下个礼拜 会有结果啦